要说走在路上开一台什么样的车能够赚足回头绿呢 欧拉绝对算是其中之一 那之前她凭借黑猫 白猫 好猫 芭蕾猫等等一系列的作品 俘获了很多小姐姐们的芳心 但是啊 小哥哥们就有意见了 他们也想要一台欧拉的猫 所以这一次啊 欧拉带来了一只全新的猫 它走起了甜酷的设计 并且呢 男女通吃 它就是我身边这台欧拉闪电猫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外观 那其实啊 沈年猫运用了很多欧拉的家族化设计 比如这个圆圆的大灯组 是极具辨识度的 其次呢 整个车身啊 它运用了大量的曲线 比如呢 高曲率的侧窗 跃动腰线 以及这个非常惊艳的大溜背造型 那这样的设计呢 不仅观感上面非常好 还提供了很好的空气动力学 那闪电猫的风阻系数呢 只有0.22cd 其实啊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那在尺寸方面呢 闪电猫的轴距达到了2870毫米 在同期车当中呢 也是比较有优势的 另外呢 其实侧面还有几个看点啊 首先就是这个 无矿车门 年轻人最爱的设计 非常的拉风 其次呢 就是下方这个19寸的轮毂 它的风格啊 特别的可爱 是猫爪造型的 那轮胎方面呢 它采用的是米其林的Pilot Sport EV 这是一款呢 专门为电动车设计的低滚组轮胎 那在你实际驾驶当中呢 你会感受到 它会有更好的抓地力 以及支撑性 那我们看到天幕 这一块玻璃呢 其实是一直从车侧延伸到车尾的 那坐到车内的每一位乘客呢 其实都可以拥有自己开阔的视野 那闪电猫的尾部呢 配备了自适应电动尾翼 首先呢 如果我们车辆解锁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开启 满满的仪式感 那在车速超过7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开启 来提供良好的空气动力学 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20公斤的下压力 为整车的稳定性带来一定的帮助 那这台车的尾门呢 其实也是有很多种开启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钥匙来开启 也可以通过脚踢式感应开启 并且呢 我们在车内的时候还可以通过语音来控制它的开关和闭合 好了 那我们这台车外观就看得差不多了 现在跟我一起坐到车内去看一看吧 那我们坐到闪电猫的车内呢 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内饰啊 是非常有格调的 首先呢 在配色方面它运用了这种焦糖棕色 那其次呢 它运用了这种环包式座舱的设计 那中控台这部分呢 是梯形镂空的 另外呢 你触手可截的这些地方都是大面积的软材质包裹 是很有品质的 那仪表台这方面呢 它运用的是三炮筒的设计 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那中间这个中控屏呢 它集成了车内的大部分功能 并且呢 它是基于高通8155 自研智能 座舱平台来打造而成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它运行速度是非常快的 你在点击拖拽的时候 它是非常流畅的 另外呢 它里面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 比如说啊 它支持像《青春音乐》 爱奇艺 有声书这样的在线娱乐APP 并且呢 它还有很多这种长久的智能化模式 比如说呢 女神模式 魔镜自拍 洞穴模式 儿童模式 暖蓝模式等等等等 总之上就是可玩性是非常高的 那虽然车机的集成度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们依旧啊 可以在车内看到一些必要的实体按键 比如说呢 空调的调节 以及驾驶模式的调节 那就在你开车的时候 都在你这种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 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说到空调呢 这台车是配备热泵空调系统的 它可以通过对环境的新热 以及电机废热的回收两种方式 来有效地降低采暖能耗 并且呢 实现低温时候的续航里程提升 那另外呢 这台车还是配备香氛系统的 如果你感觉到这个车内啊 有一些不太喜欢的异味的时候 还可以通过手机APP来进行坐舱清洁 哎 怎么样 功能是不是特别齐全 那在座椅方面呢 它采用了一体式的原体工程学座椅 那其实坐起来呢 是有点偏硬的 但是包裹性认很强的 并且呢 你长时间乘坐的时候啊 其实舒适度还是够的 另外呢 前排是带这个座椅通风 按摩以及加热的 是不是非常贴心呢 那其实很多人很好奇啊 那这样一个大溜背的造型是不是坐到后排会很局促呢 那我现在就坐在这台车的后排 我身高是174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坐姿相对来说后排比较低 然后头部空间呢 不能算是特别充裕 但是腿部空间是非常富裕的 那好了 我们现在车内看的差不多了 赶快把车开起来吧 然后呢 沈天猫呢 其实在动力方面是有多种版本可以选择呢 首先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版 单电机前驱版本的555公里标准续航版 它的最大功率呢 是150千瓦 峰值扭矩是340牛米 还有一个单电机前驱版本呢 是705公里长续航版本 那其实705公里已经能够满足你从城市到近郊的一个往返了 那这一次 沈天猫还有一个比较引以为傲的版本 就是双电机四驱版本 那它因为搭载了全新的三电系统 并且呢 有双电机的加持 所以它的最大功率到了300千瓦 峰值扭矩是680牛米 那官方给出的百功率加速啊 只需要4.3辆 并且呢 它有一个超级运动模式啊 就在翻浪盘这里 你可以一键点击 弹射起步 同时呢 还会发出这种像大牌V8发出来的声浪 那感觉啊 这种肯定是非常上头的 一定是这种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 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呢 一定建议你们去试一试 当然啦 在城市当中驾驶啊 大部分时间你都不会去特别的激烈 那我们就放在普通模式之下 跟大家聊一聊这台车的驾驶感受 首先呢 就是这台闪电猫啊 它的转向是比较轻柔的 所以呢 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开这台车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 诶 转向的时候轻轻松松 完全不会吃力的感觉 但是呢 它的转向虚位呢 又是比较小的 所以呢 就简单来说 就是指哪打呢 那另外呢 就是这台车的底盘 像我们刚刚握一些解速带啊 包括一些坑坑洼洼的路段的时候 你都会感觉到 它对于这种细小的震动 过滤的是非常到位的 另外呢 这一次它也是对这个底盘 还有悬架进行了更加精细化的一个调校 所以呢 你会感觉到 它是可以兼顾你的操控性 以及舒适性的 那我们现在呢 行驶在一段快速路上 正好可以来试一下欧拉拍了3.0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它的逻辑呢 也是基于雷达加摄像头加高精地图 它的全车呢 搭载了28个智慧传感器 其中呢 就包括像航雨波雷达 超声波雷达 环视摄像头等等等等 它呢 可以实现L2加级别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那具体来看的话呢 除了这个 像我们平时经常遇到的 像自适用车行车道保持之外 这台车还可以支持自动变道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左边转向灯 那这台车它会在安全情况下进行一个并线的动作 那它的逻辑呢 也和我们自己开车是比较像的 它不会说特别猛 也不会特别热 而在一个让你觉得安全的情况下呢 进行避线的动作 那整个也是比较顺畅的 而且呢 会是以安全为主的 那在高速上面呢 它的HWA加NOH高速领航辅助系统呢 也是非常好用的 那它是可以帮助你自动的上下扎道的 那整个动作呢 是完成的比较丝滑的 并且呢 因为它的底层逻辑啊 是以安全为优先的 所以呢 它在帮你完成动作的同时也会对道路进行监测 对天气进行监测 然后呢 对你这个驾驶员的状态进行监测 像刚刚 比如说你走神了啊 或者怎么样 它就会第一时间提醒你 你开小差啦 你需要那个注意前方 要注意驾驶 那所以呢 它所有的这个逻辑呢 其实都是以安全出行为第一位的 好了 那我们一天的撸猫体验就要结束了 不知道你对这台车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啊 我认为这台闪电猫相较于之前欧拉的产品来说 它变得更加有辨识度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外观设计又甜又酷 其实也满足了更多人的选择 那在智能化以及驾驶方面呢 更加注重内在的修养 逐渐成为一只内外兼修的猫王 那我们之后呢 也希望欧拉可以一直退出更好的产品来给消费者们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有什么问题 请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拜拜